大家好,我是洛洛,欢迎收看我的极限生存第47集 上一集我用挖解星星三代钻头挖钻石,25个才爆了30个 今天试一下孔雀石和蓝金石 先把这29个孔雀石摆好 先挖掉这两个,然后再用技能 来个三连机 哎呀,这星星倒是减了不少呢 看一下,现在有38个,之前是29个 也就是说爆了9个呢,还行吧 南京实况最多了,有55个,看能不能爆到一组 堆的好满呐,先挖一颗 哎呀,爆了三个呢 来吧,一连机,二连机,三连机,四连机 五连机,六连机,没了 话说我真的捡了好多星星呢 哇哦,76个蓝金石,之前是55个 嗯,爆了21个,不错呀 这柜子里还有一组多,我现在两组多的蓝金石 干什么用啊,我这是 哎呀,还有些煤矿,我很好奇能不能烧成小煤块 之前都是用钻头挖的 哎呀,还真的可以耶 用小煤块当染料,把煤矿再烧成小煤块 哈哈,好有意思呀 我先把这些烧好的矿石放进柜子里 睡觉,天亮了再去提炎酱 这个炎酱值,我前几天把图纸重新启动来一下 你看,又满满的一吃了呢 我把岩浆放进自动熔炼炉 看了看氧气果,还没有强不成熟 得,闲着也是闲着 我把那面墙也做成能自动收割的吧 火粥方块搭在这里 哎呀,甩死我了 还是用火线背包吧 然后这里放机械臂 再把佛舟方块打掉,放上电能增幅器 用电线把它们连接起来 在这边,我再逆根柱子做个开关 其实可以把线连过去 用一个开关控制十个机械臂 我在这里再做一个,这是为了美观 嘿嘿 这底下当然是挖钩放水 做设计装置 最后别忘了把机械臂 用搬手敲一下哟 这些重复的 而且比较简单的 我就剪了哈 这就是做好后的样子了 嗯,我想给他拍个照 可是,在哪儿拍啊 这也看不到啊 这看得到一遍呢 算了,飘黑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就一边等着他成熟 一边喂留了 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我的朋友 别忘了关注评论 收藏加点赞咯 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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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